这个是一个摄像头 众所周知 这个是一个人头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见 都是投资本吧 先看一下物理参数 我们先看摄像头 摄像头 支持最大的旋转角度是多少 OK摄像头支持360度旋转 我们再看人头 到最大角度了没 OK人头只剩到90度 OK回回回回回回回 然后再看羊角 看摄像头的羊脚 可以养到眼睛朝后看 具体多少度没有凉 这边 可以看到自己脚直套 人头的羊脚 明显没有摄像头膏吧 往下往下 尿尿不成问题 然后再看看这两个头的结实程度 首先是摄像头 非常结实 然后再人头 哎呀 如果刚才测试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个人头在耐用度上还是明显不如这个摄像头的 OK下一步就是开始拆这个摄像头 首先教给你们个生活小妙招 如果你想从心理上增加它这个光圈进光量 你可以给它画个眼线 然后再粘个假睫毛 这样的话从心理层面 它这个光圈就显得特别大了 就像很多女主播那样 然后看一下它这个外形啊 这个黄色非常的风吹日晒啊 十分牌子哈根达斯 看下连线方式 它这有写啊 红色 黑色 是24V交流电AC 黄色接地 然后这边有个阿根四五的网线接口 数字摄像头 首先这四颗螺丝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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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友好非常友好 呼之欲出 可以看到它这个天灵罩非常的铝 这边应该是电源层面的东西 这边有一个整流堆 然后有变压器 先把它拆下来看看 后边有一些热米电阻 压米电阻 还有一个电感 可以看到它是进来之后 先有一个降压整流的过程 和普通的开钻电源差不多 这边有一个网络变压器 是接的这个网线接口 然后继续朝下看 这个罩也可以下来 这个形状非常的薄 左边这个形状是一个布进电机启动 它是控制这个布进电机 还有这里边这个布进电机 这个布进电机通过里边的皮带 可以让它360度无死角的旋转 中间是通过这个滑环连接 滑环之前拆过 然后右边是一个GD32单片机 它和这个C3532单片机 大同小异差不多 但是开发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中国产的 然后是它这个眼睛的部分了 看这个眼球如何拆下来 侧面很多螺丝 这边是和摄像头有关的这个线束 加上这么一个小的线位开关 然后下面就是它这个传动机构了 这个好理解啊 通过布进电机控制它 然后皮带瞬间失去灵魂 下一步就开始研究 怎么把这个眼珠扣出来了 这边齿束下边 摆到这种特定的角度 可以暴露出来三颗螺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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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有个轴长 中间通过这种特殊的形状 和这个眼球相固定 这边这耳朵的固定方式和对面大同小异 无非就是有一些线束 从中间穿过去了 然后眼球就可以摘下来了 眼珠的密封是非常不错啊 外面非常的风吹日晒 里边人看还是非常的干净 核心的影像部分 下面有一个散热风扇 这边有个热米电阻 有两颗小的芯片 继续往里插上 看它这套变焦系统 看一下核心部分的这个启动板 它这个主控芯片半辈小细没插到 型号HK-2015 但是它这边有个网卡芯片 我以为它这个网络层面的东西 是在这一张板子上实现的 没想到它把网络层面的东西 集成到核心这个主板上去了 然后里边就是变焦系统 还有它这个影像传感器了 影像传感器部分 但是没有想象中的大 OK先把后边这部分打开了 这边有电磁线圈 这边可以想象 充电之后产生磁 然后去拨动上面这个东西 然后进而去替换中间这个滤镜 应该是夜视和白天 两种模式之间的切换 然后下边还有两个布机粘机 这个应该就是变焦系统了 这边可以看到布机粘机的轴是个丝杆 然后推动中间这个东西 这个好像是可以改变光圈大小 这边这个明像可以看到是改变焦距用的 实际上这个东西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我不知道是纯国产的 还是有进口的元素在里边 感觉这个东西不比一些索尼亚这些东西差 但是应该是年限比较早了吧 应该不是很高清 你看它是光铁组件面积也不是很大 这个玩意应该是很贵 所以说这个钱花到位了还是能做出来好东西的 把它装回去 再来一张晃小的油 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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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